什么是fetch? 为什么要de-fetch? 什么时间做de-fetch? 以及怎么做de-fetch? 大概这四个问题 How is going everybody? Welcome to Chris & Tolley 大家好 那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要开启一个新的话题 which is年度草坪维股 对 那在这个系列的视频里呢 我们将记录我们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是如何打理自己的草坪的 对 那今天是这个2024年春天的第一周 那刚刚经历了一场倒春寒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也可以开始了 那第一项工作就是de-fetching打草根 那咱们这一整个系列的视频的目的呢 就是说想制作这么一个懒人包式的教程 那如果你也像我一样 是一个新移民 刚刚买了自己的房产 想给他应有的尊重的话 那花园打理 或者说草坪的打理 那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starting point 那既然是一个懒人包呢 那这里头咱们主要从三个角度上 去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就是说工具 第二呢就是说是原理 第三就是一些个实操的tips 那工具呢咱们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呢就是高效第二个就是少花钱或者说不花钱 高效放在第一位的原因是因为咱们时间肯定都是比较紧张比较忙对吧 那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花园或者把草坪打理的漂漂亮亮的就OK了 那少花钱也很容易理解 那针对今天咱们detecting这个工作的话 那需要用到哪些工具呢 第一个就是割草机 那需要先用割草机把草坪割得稍微低一点 这样的话咱们在做detecting这个动作的时候 可以让这个刀片跟地面有更好的接触 效果会更好 第二呢就是说需要有一个后备箱稍微大一点的车 咱们因为要租一个工具来 所以这个后备箱还是最好大一点 第三个就是要租一个设备叫detecter 大概长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家草坪比较小 也可以选用这种 钱都是这种金属的这种耙子 这种rack 那如果草坪大于20平 那我不建议用这种耙子 因为确实挺费劲的 对咱们毕竟还是想着高效嘛 对租一个那设备也不贵 大概四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就OK了 那下一个呢 就是需要用到一个这种塑料头的耙子 这种的耙子呢 就是说在你打完这种铺草层之后 那如果不想再用割草机割一遍草的话 而且它收可能也收得不能那么干净的话 那用这种耙子把它们耙在一起 也在统一收走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最后呢 就是一些PPE的东西 那像耳罩啊 手套啊 这些咱们就不用多说了 说完了工具呢 那咱们再来看看原理 也就是知识这个部分 那这块主要有四个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说 什么是Satch 为什么要Desatch 什么时间做Desatch 以及怎么做Desatch 大概这四个问题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Satch 那关于Satch的定义其实就有很多的误解 那一般人认为呢 草坪上如果近距离看的话 那这种Bronish 这种枯黄色的东西就是Satch了 但其实不是 那其实真正的Satch是在更深层 是在草根 跟这个草叶之间那种棍状的东西 那个东西它不好分解 那才是Fetch 而这种枯黄色的东西 那其实是有机物嘛 它可以分解的 对草坪呢 是非常有营养的 咱们再回到Fetch 这个单词本身 如果查字典的话 它指的是那种茅草的屋顶 那如果有的小伙伴住过农村 见过这种屋顶就更好体会了 它就是庄稼收过了之后 那这种杆状的东西 它不太好分解 要么烧 要么可以做成这种屋顶 每年还得往上蓄 那就是说 捆好了之后 它输水性比较好嘛 那做厚了之后 它也有保温的效果 那所以做成屋顶 咱们看一下这个切面 就会更好的理解 什么是Satch 它是在根和叶之间的 这种杆状的部分 它是Satch 它是不容易被分解的 不容易被植物再次吸收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 用Defetor打出来的这种东西 那可以看到 它有黄的也有绿的 那绿的就是活着的草嘛 那更多的可以看到 这种黄色的部分 更多的是这种死草枯叶 那这也就从侧面证明了两点 第一 就是说如果你做Defetting的话 那它一定会对 你有的 活着的草会有一些伤害 那第二 就是说打出来的东西 它更多的是枯叶 而不是Fetch 既然咱们打出来的 更多的是枯草 而不是真正的Fetch 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动作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原因的 比如说 那如果你这个 土壤上盖了厚厚的一层 这个枯草的话 那肯定会影响通风 那肯定 对吧 人家都能做房底 说明它 水就顺着这个枯草层流走了 那你底下的土壤 是没有办法真正吸收到水分的 那你草连水都没有 那你怎么生长 对吧 那第三个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我今年是想做一件 撒草丝 overseeding 那种子只有接触到土壤 它才能生根发芽 那如果它只是到了枯草层上的话 那只会变成小鸟的晚餐 那综上所述呢 所以我还是决定 去做一下这个Detching 那如果你也想做Detching的话 什么时候做呢 这就要看咱们家种的到底什么草了 如果是暖季草 那更好呢 是说是在春天的末尾 或者说是秋天的刚开始 做会比较好 因为那这时候你是暖季草嘛 那春天的末尾会越来越热 秋天的刚开始呢 就是说天气也是比较暖和的 这样的话地表温度也是相对高的 这样的话你暖季草的话 它生长的会更加旺盛 你弄完了之后 它还会促进它生长 如果家里种的是冷季草的话 那最好是春天经历了一两次到春寒 或者说是秋天中秋的时候 去做这个动作会更好一点 因为那这会儿相对来说 冷季草它的生长还是相对旺盛的 不论是冷季草还是暖季草 都不建议夏天和冬天做 的原因就是说夏天 你搁得这么低那么一弄的话 阳光一曝晒那草就完蛋了 就晒死了 冬天的话你一搁 然后如果还下雪 或者说天气比较冷的话 那草就会冻死了 所以说detecting这个动作 最好是能根据自己家种的草的种类 选择它生长相对旺盛的季节来做这个动作 如果你家种的是像Bermuda grass的话 那可能经常的是需要打一下草根的 如果种的是像Ray grass Kinducky blue grass 或者是vescule什么之类的 可能并不需要经常的去打草根的 那具体怎么分辨这些草种呢 可以看这期视频 因为知道自己家种的是什么草还挺重要的 那你有辆车到底是奥迪还是奥拓 那都是车 那你对待他们的态度可能也会不一样吧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日上三竿了 一会儿我吃口饭就要去开始步骤了 这个今天的计划呢 是三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一个小时租和还设备 一个半小时呢去做这个工作 然后最后半个小时拍一下视频 希望我可以按时完成 那我们一会儿见 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这个花园公司了 Garden Box 这个是基督城这边的一个 就是搞花园的这么一个公司 可以看到周末嘛 大家都非常的忙碌 对 这边已经开始租成trailer了 可以看到除了花园用的 除了草坪用的那种土啊 花园用的土啊 那种建材类的这种石块石子 还有沙子 就这块也是可以买到 这种石子 对弄水泥的这种 或者是铺这个driveway 或者是弄这个walkway walk path 可以买这种论茬买 也可以论包买 论包买 大概是16包是一茬 大概是这么个量 这个 这个 defeature 对一会做完了给大家看一下 它做的主要是这种vertical cut 一般割草机的那种 都是horizontal的水平的 把这个草割短嘛 它这个是垂直方向的 一会这两个需要同时按进去 才能把这个机器启动 然后这个机器的话 咱们来离近一点看看 如果自己用的话 这块就是调节高度的一个旋钮 对可以调节高度 对然后插上电 两块电池放进去 之后这块需要打开 然后按上 按上 把开关打开 把保险打开 然后一按这个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那这个细节呢 就是说 要割两次 就是这么着割一次 这么着割一次 这样的话 它相当于横竖两个方向的草 草根都能被打到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从高的地方开始打 因为你不想 就是打的 打到过多的土嘛 那所以就是 先从高的开始打 当你看到 往前推一两米 发现 比如说 没打到什么东西 你调低一点 然后低到什么程度 低到刚刚能够 打起土来的时候 这时候再给调 往回调高一丢丢 对 这样的话就是正合适的 翻过来之后 其实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就是 这些刀片 其实也不是非常锋利了 因为毕竟是要跟土进行接触嘛 不用那么锋利 得这么去旋转 就把这个垂直方向的草 给它相当于割断 那开始了 因为今天工作量比较大嘛 所以还请到了一个帮手 欧文 对 有请欧文出厂 登登登登 hello欧文 看得出来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我们直接开始 那最后一个问题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这个 D-Satching 那主要是两大类 一类是物理 一类是化学的方法 那物理的方法呢 很好理解 你要么是烧油的 要么是烧电的 要么是烧馒头的 手动的 对吧 那这些都是相当于是物理的去去除一下你这个枯草层 稍微带起来一些的这种杆壮物 另外一种化学的方法呢 它其实就是用到这种Liquid Deceptor 那这种东西呢 它的工作原理 其实就是加速咱们的根 还有Fetch 还有这个枯叶的腐烂的速度 它腐烂了之后呢 更好的可以被土壤去吸收 去变成养分 所以不用觉得撒了化学的试剂 就是多么的不好 它其实能更好的促进土壤去吸收的 那既然它这么好 为什么我这次没有用它呢 因为我今年春天是想撒一下草籽的 那草籽外头是有那种肤质的壳的嘛 我不希望就是说 那撒完这种东西 它这种肤质的壳也会被它分解掉 那分解掉了之后 我不相当于白撒草籽了吗 那远距离的看一下 做完Desight之的草坪 就会有一些发黄 发黄的原因的话就是 没有办法非常收集的非常完全嘛 这种枯草 它相当于给打起来了 打起来但是没有收的非常干净 所以就显得比较黄 对 那今天我们这个Desight之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下一期我们打气孔 Coreigation再见了 拜拜 拜拜